这个比赛分为男女两组进行 从今天上午10点钟 一组比赛到下午6点钟结束 男子组30个人 女子组17个人 都是在台北台中高层参加初选和复选 得到最高分的前十年的选手 这次在台北所比较的决选 男女两组各选出一位代表 参加远中期的紧张战 所以竞争是相当的激烈 今天比赛的结果 男子组孙兆鹏 18级总分是3463分 拿到冠军代表权 女子组方面 刘惠鹏 以18级总分3128分的成绩 获得了第一名